主料,就比沙拉酱二勺,鸡蛋两个,辅量,油,盐,红椒少量,洋葱少量,柠檬汁几滴,水芹少量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水芹是这个样子的,摘水捞的部分清洗干净,食材的分量都比较少,水芹,洋葱,红椒,将它们都切小粒备用,锅中倒入少许笔油, 烧运后先将洋葱立爆香,随后下入水平和红椒立翻炒,片刻出锅备用,鸡蛋入冷水锅中,水开后煮12分钟出锅,放入冷水中过凉,鸡蛋吃可后一切两半,取出蛋黄并用勺子将其捏碎,将步骤中炒熟的食材放入蛋黄碎中,并调入盐,挤地柠檬汁,放入二勺九笔沙拉酱拌匀,将拌匀的食材盛入蛋白油, 中至极客享用了,味道很特别哦,烹饭技巧,一,煸炒食材是要快,切后不到一分钟,如果喜欢生食的,步骤四合物可以省略,直接搬入蛋黄中二,由于沙拉酱本身带有鲜味,所以放盐是要煮芹调制,三,沙拉酱要根据食材的量来调放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